這是我 擔任市長 最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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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裡我共產黨 三半是都公三件 這就是社群人 侯友宜市長在新北市住宅 及都市更新中心接派典禮中 特地強調這件事 對市府以及所有的新北市民來說 都十分的重要 中心成立以後 將接軌社會住宅營運 以及都市更新推動業務 並且和新北市政府合作 強化社會住宅 與都市更新的推動量能 以行政法人的體制 設置新北住宅中心 將有助於專業人才的引進 以及企業化經營 這個住宅中心的成立 未來一定用溫暖同理心的態度 為社會住宅來服務 尤其在都市更新的部分 不管是公辦的 林營的 我們要有經濟公信力的行政法人 的住宅中心 積極的來做好媒合以及推動 讓新北市三十年以上 有七十萬棟的這些老舊房屋 能夠更快速更有效率的 把城市風貌做一個大幅的改變 其中大城社區接下來的都更案推動 也是新北住宅中心的重點工作之一 過去因為產權整合困難 使得建商承包意願低落 七個單元至今也只完成了一個 聯斐凡議員表示 希望現在透過住宅中心 能夠讓單元第一三四區的都更更順利 我們期待今天的住宅中心成立之後 因為他們現在有了法人的身份 他們可以自己來做實施者 今天有工部門來做實施者 先進行整合 整合到一個程序之後 再請外面的建商進來 我相信這樣民眾接受的意願會更高 而且這成功的機率會更大 好的 新床下面讓我們來進行高數 3 2 1 新北市住宅中心要和中央並肩作戰 而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董事長花敬群也表示 未來在新北還要蓋2.9萬戶的社宅 侯市長也指示 新北住宅中心要和中央並肩作戰 而在七百同時也啟動了 新北市都更麻吉網 即時起民眾只要調查完社區重建醫院以後 上網登陸社區資訊 就可以快速公開征詢有醫院的廠商進場 提供民眾以及廠商可以雙方互相查詢 媒合加速新北市整體老屋重建量能 記者趙世淵 板橋採訪報導